前两天又有一个同学问我 Clip Gain和音量自动化曲线有什么区别 那我估计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疑惑 这是一个特别基础 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 所以呢我们来做一期视频 稍微讲解一下 大家好我是Alice Clip Gain和音量自动化曲线 实际上呢都是 听起来都是控制你的电瓶 控制你的音量的这么一个工具 但是它们两个有特别特别本质的不同 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呢 你首先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音频的音频流走向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个音轨 我们在Studio One里边 当这个音频 你看到的这个音频的波形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代表它的电瓶 它的增益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Gain 这个声音的大小呢 会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通道 我们把另外一个变成绿色 所以回到粉色这个 我们这个声音的波形 会直接进到这个粉色的通道 这个粉色的通道 然后呢它会经过插入的所有的效果器 比如说均衡压缩阴染等等的 经过插入的所有的效果以后 它会通过这个推子 也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音量的推子来调整控制 然后呢输出到你最终的输出 而Clip Gain呢 实际上是控制 这个音频本身的波形 大或者小 换句话说 就是控制你整个这条通道的输入的电瓶 输入信号的强弱 而一般来说我们做Automation的话 比如像下边这个音轨 我们做音量的Automation的话 实际上是控制它输出的音量 比如说像我这个地方提升了10个DB 每两个小节提升10个DB 如果你看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推子就会推上了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音量的自动化曲线 它们两个最大的在使用方面的区别 就在于Clip Gain会直接改变你 所有插入的效果的处理 音色的方式 因为它是一个输入信号 比如你有一个压缩的插件 在这个插入的这个区块里面 那你的信号输入多的时候 它就会压缩的多 你的信号输入少的时候 就会压缩的少 这个应该大家很好理解 对吧 包括像阴染 像任何非线性的处理的东西都一样 只要它根据你输入电瓶的信号 强弱变化而产生不一样的声音 那你输入的信号强弱 就会直接决定你的结果 但是呢 如果你用推子的音量的automation 自动化曲线来控制的时候 它只会改变你插入轨 处理完了以后 处理的声音的音量 在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特别好理解 而且非常非常恰当的例子 我用一模一样的音频 放在两个轨道上 第一个轨道呢 我用了Clip Gain 你可以看到每两个小节 增加了10个DB 那下面这个音频呢 就是原来的音频 并没有增加10个DB 但是我只是用自动化曲线 增加它音量的10个DB 我在这两个音轨上 增加了一个 吉他效果器的插件 我们都知道吉他的音箱模拟 或者吉他的音箱 一般来说对输入信号 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你输入的少的话 它会很干净 你输入多的时候呢 它的湿帧或者过早就会增加 我们先来听听第一个 我们用Clip Gain 调整了它的输入音量 听一下 你会明显觉得 第一个小节声音干净 第二个小节声音过载很多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增加了它的输入的音量 让这个音箱模拟 出来了更多的过载 那第三个小节干净 第四个小节声音更多的过载 而我们再看下一个音轨 下一个音轨呢 我用自动化曲线去改变了 它的电频变化 但是我的音频本身 始终保持着一模一样的一个电频 你可以想象 我的音箱发出来的音色是一样的 我只是改变了 我的音箱发出来的音色 最后输出的音量 我们来听一下 你听到的是 这个音箱一直在发出 一模一样的音色 只是它的音量变了 它并没有增加过载 或者是增加时针 这个就是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 再重复一遍 Clip Gain改变的是你音频本身的电频大小 它作为输入音量 来会直接影响到你接下来所有插入轨的处理的动作 而音量的Automation是控制你这个音轨的推子 它能帮你去改变所有你的信号经过这个插入轨以后 所有处理过后的效果的音量的大小 所以这是它们两个的本质区别 你一旦知道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区别 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最后我们再插一个 并不是想把事情变得更复杂化 而是你需要去了解这个概念 就是有一种情况下 你的音量自动化曲线可以变成你的输入信号 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绿的音轨 我把它输出出去 到一个线路 咱们就叫做吉他音箱 然后这个时候 我把我的音箱模拟的效果器挪过来 换句话说就是 虽然我的绿色的音轨 我是用自动化曲线去改变了它的音量 但是它这个绿色的音轨 实际上是我这个吉他音箱 这个音轨总线的输入的信号 在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绿色的音轨上 不管你去改变它的Clip Gain也好 或者改变它的输出的音量的电瓶也好 它都会改变 进入到这个音箱模拟 这个通道上的输入信号的强入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会得到跟这个粉色通道 一模一样的效果 换句话说 你一定要理解 在什么情况下 你的音量的调整 不管你用Clip Gain 还是用自动化曲线 在什么情况下 它是输入的信号 在什么情况下 它是输出的信号 就能区别这两件事情 这个东西非常的基础 但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掌握 好吧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要赏 拜拜